大家好 这两天有花友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的春兰呢 长了这个花苞出来 大概五厘米左右 一直停止生长 大概都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是不是这个花苞出现了问题 导致开不出花来 其实这个时候呢 大家千万不要急着将它剪掉 如果这个时候剪掉的话呢 那么就太浪费了 首先我们要先观察这个花苞 是不是出现问题 如果说这个花苞是正常的 那么就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春兰它需要一个春化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这些新叶片会停止生长 会慢慢的回流一些营养到这个花苞 那么它停止的时间越长 就证明这个花苞储存的营养就越多 那么它开出来的品质就会越高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不要急 这一段时间最好给它补充 两到三次这个高零高甲的零酸热金甲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或者是1比1200的比例 对水对的多一点 细薄一点不要太浓 给它浇灌这个根部就可以了 我们给兰花补充零酸热金甲呢 一定不能把这个水浇到这个花苞这里 直接浇灌这个质料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能有更多的零元素来给这个花苞 组成营养 如果说当这个花苞出现这些旁边的叶片干枯 那么这种状态呢 大家也先不要急着剪掉 我们可以把旁边的这些叶片轻轻的剥开看一下 里面是不是还是比较翠绿能正常的生长 如果是的话 那么这个花苞还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里面全部枯萎了 那么这种状态的花苞就无法开花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 不要急着给它处理掉 适当的给它补点肥 那么时间越长 它储存的营养越多 开出来的花的品质就会越高 好了 这就是春兰的一些开花习性 我们下期再见